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调高债务上限谈判没有进展 美国财长耶伦再次警告 手上资金即将用尽 距离债务违约危机越来越近 投资市场避险情绪继续升温 今晚导致连跌四日 港股跟随跌势 低开185点之后 越跌越深 最多跌过495点 售市跌369点 报18746点 创今年以来的低位 市成交增加至1155亿 华务上限谈判的进展 似乎还是比较僵局为主 再加上人民币 似乎是比较弱 连带来的经济看法 大家也比较担心些 连带来的这下来之下 成交明显是增大一点 发现有些沽压其实是出来了 所以暂时说短线 返不到上129 流上的话 我想向下 可能我最为8400 做短期支持位 科网股受压 京东跌近4% 美团公布业绩之前跌3% 小鹏首位亏损扩大 股价下挫9% 长期举报比亚迪的汽车污染物排放不达标 比亚迪跌半成 长期跌7% 运费指数连跌10天 东方海外跌6% 是跌幅最大南筹 小米首季的无利率创新高 股价曾升半成 收市升幅收窄 无线电视记者吴杰晶报导 港股今年以来的表现落后于区内其他股市 梅峰认为 市场之前对经济复偿期望过高 相信港股年初已见今年高位 下半年能不能突破 我好视乎中央会不会有刺激经济措施出台 亚泰股市近期相对强势 反观港股表现跑雪 今年以来 日本 南韩和台湾股市累积升幅都超过一成 而港股就跌了大约半成 有分析认为 内地经济出现均衡复苏 限制了港股表现 不过 汇丰认为 内地以至香港经济表现不差 只是去年第四季以来 市场对复偿的期望过高 你说零售有18.7% 按年增长 不是差的 只不过 市场预期 我要20多才收货 那就变成了 期望高了 所以我一直强调 其实服务人一来我觉得进程是好的 市场的期望 我想是偏高了 其实股市现在不多不少是反映这件事了 股市其实是1月已经恒生指数 2,278点 其实已经见到今年的高位 除了市场的期望偏离之外 欧美银行业危机 以至通胀人性高 令加息周期比预期长 欲利淡港股表现 汇丰估计 美国联储局在6月有机会再加息四分一来 刘少文相信 欧洲息口也未见顶 就算欧美加息周期完结 仍然有机会在高位维持一段时间 欧美经济放缓 甚至衰退的背景之下 内地和香港出口会受到拖累 港股今年可不可以有突破 好视乎下半年中央会不会出手刺激经济 日市盈率 9.4倍其实历史角度来说 一点都不贵 但是很可惜 我们没有一个新的正面催化剂 正面催化剂其实有的 復常是一个催化剂 不过这个催化剂已经说了很久 市场已经完全消化了 甚至最近 都要发觉要将期望再调低些 市场都很希望 有一个期望就是 未来下半年中央可以出台一些持续性的 一些震撼性的扶持经济政策 如果是出到的说话 那这个绝对是一个正面的催化剂 由于出口需求相对被动 他相信如果内地有刺激措施出台 亦会具有针对性 可能会倾向消费方面 无线电视记者欣凤萍报导 看看现在欧洲股市 英国股市跌21点 法国股市跌20点 德国股市跌18点 其他消息 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兆波 向全体员工发内报信件 解释解雇三个涉嫌歧视乘客的员工 是保护公司和全体员工利益的必要据措 三个机舱服务员被投诉歧视非议员乘客 最终被解雇 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兆波向员工发内报信 说事件对香港和国泰航空的形象造成重大损害 公司必须迅速反应并且采取行动 又提醒员工有责任照顾所有不同背景的乘客 被他们感到受尊重 而涉事机组人员说出不当言论 令其他坚持专业的同事受到影响 他又说如果仔细留意坊间评论 反映不少人都一直有感觉国泰未能一致待客 换言之他们认为今次并不是单一事件 公司必须虚心反省 对于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发声明说 对事件令到三个空服员被解雇表示深切遗憾 又说对于网上有人呼吁乘客挑衅 并且是涉录空服员感到惶恐 国泰回应说不接受工会的立场 工会也不代表国泰 公司会继续跟员工直接沟通 对于有意见认为涉事的空姐 只是私下作出被指歧视非英语乘客的言论 而不是有差别提供服务 评机会就说都可能涉及歧视 无论对方用什么语言 甚至乎用错字眼 他实际上也有提供服务 这个就会去到另一个范畴 如果是顾客的话 会受到一些不舒服 或者觉得被藐视被侮辱的感觉 可能会跌到一个种族的骚扰 或者种族的重伤等等 这些条文都会有的 是不是直接跟他说 就未必是一个相关的决定因素 因为就算你是自己 一班人自己在说 但是原来你说的东西 是被一些受众听到的 凝造一个不受欢迎的环境 都会是可能跌到 那个骚扰或者种伤的范围 至于何时就族内歧视 也就是同一种族之间的歧视立法 他说政府立法会还未达到共识 希望尽快完成 保持电视记者陈嘉欣报道 行政长官李嘉超形容 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出现 吴尋常取消是此用 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茂 就认为特首是针对造谣作假的人 两地正是商途将器官移植 互动机制行常化 中央器官捐赠名册 五个月内有五千多个登记取消 特首李嘉超说情况非常可疑 要求警方调查 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茂被问到 会否造成反后果 由登记到取消 市民是绝对基于他的志愿 也都绝对有权利去做 这个不会牵涉到任何的 所谓说可能牵涉违法的一个行为 但是我特首主要针对的是 那些造谣作假的人 我相信无知和无耻 虽然有些相似 但是有很大的分别 在立法会大会 有议员就说留意到网上出现谣言 这些人在网上 恶意散布这些虚假言论 是非常可恥和冷血的 煽动的市民 无论之前有没有登记过都好 一律都要去政府的网站取消捐赠 否则他们就说器官会捐到内地 多个议员促请政府修例 是否捐赠器官要跟从死者生前的意愿 而不是家属 就算生前的逝去者的意愿 是希望可以为外人间 但是因为我们的后本不想 到最后都不能成功捐献自己的器官 所以我们很希望当局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是可以优化这方面的法例 也有议员认为政府提供诱因 鼓励捐赠器官 例如安排器官捐赠者 優先获得政府的骨灰鸣位 香港的骨灰鸣位 可能是世界上赤隔最高的地方 最终落实和内地器官移植合作的 无着束力议案 获在职过半议员通过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先有四个阵 转头回来报道 四岁礼拜日起实施易通行 运输署预计初头不会大幅舒缓塞车 I'm Ron DeSantis 特上帝斯正式加入战团 竞逐美国总统宝座 但是出师不离 运输署预计 回来新闻时间 施子山隧道礼拜日清晨5点起 实施不停车缴费易通行 运输署预计实施的初期 不会大幅舒缓塞车 易通行的收费偵测器 設在施隧沙田出入口 每边各变为三条通道 在最左边计一条是巴士通道 施隧每日南北行合共有9万驾驶车楼 比起清沙管制区和城门隧道更繁忙 文書署预计实施易通行初期 不会大幅舒缓塞车 由于我们今次也只是用易通行的方式 它仍然需要缴费 隧道的容量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不预计有一个很大的 舒缓塞塞的情况 但是我们相信随着大家熟习了易通行之后 也在我们将来连收费艇都拆了之后 我们可以进一步优化我们目前的一些 特别在繁忙时间的交通安排 到时应该对于车速会有更大的增长 星期六晚10点开始 施隧会分阶段封楼 去到星期日凌晨4点30分至5点 施隧来回方向和农场道连接施隧的支路 将会全线封闭 其间五条的通宵巴士线和六条小巴线需要改导 易通行实施两个几星期 处方就相信驾驶人士已经熟习 是否可以提早在过海隧道实施呢 所以我们还要看了狮子山隧道 这条比较大流量的隧道 它开通了易通行的情况 我们先去决定我们这三条过海隧道 开通的次序和时间 运输处又说每日平均接获10宗易通行投诉 主要是涉及人手输入错误车牌号码 导致收多了隧道费 已经要求营办商加强员工培训 《无线电视》记者袁家軒闭道 政府公布明年17日公众假期的安排 而俗称劳工假的法定假日 明年会再多一日 三年疫情终于结束 打工仔可以报复式旅游 如何善用假期要动下脑筋 明年农历新年但年初一是2月10日星期六 会年放四日到2月13日年初四 年初四是补星期日年初一 但年初一就没得补 换言之 对部分打工仔来说是亏了一日假 打工仔春年最有机会自制长假 是在复活节连同清明 复活节假期由3月29日到4月1日 压外请多两日假 就可以连住4月4日的清明假期 连放七日 如果5日都请假 连同周末就可以连放10日 至于春年圣诞节假期 是放星期三和星期四 如果星期五和下个星期一 以及星期二都请假 连同元旦假期就可以自制8日假 另外对于只是放法定假期 即是劳工假的打工仔 明年会再多一日假 新增的就是聖诞节第二日 即是12月26日 多一日假挺好的 如果同一时间放假 大家可以安排时间好些 我40多年前做事 已经在说劳工假和银行假 应该是看齐 但现在都是加一日 完全没用 政府2022年起 每两年增加一日法定假期 去年先增加佛担 到2030年 就会同公众假期的日数看齐 无线理事记者叶昭华报导 跟进下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全谋勾结外国势力案 辩方早前申请永久中止聆讯 高等法院下星期一颁布裁决 黎智英一方則宜 特首任命国安法指定法官制度 实施过程缺乏透明度和保障 而行政长官和律政司司长千方百计 阻止黎智英聘用海外大律师 添欧云抗辩 认为是迫害而非检控 黎智英一方早前申请永久中止聆讯 根据司法机构网页显示 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 杜丽兵、李素兰和李运腾 将在下星期一下午4点颁布书面判辞 而高等法院上星期五 已迫回黎智英就案件的司法复核 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智峰 在社交平台公开一个警员 和他家人的资料 早前判囚三个月 法官颁布书面判辞 形容是警察起底案中最严重 2019年11月 反修例示威期间 西湾可发生警员开枪事件 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智峰 2020年8月中 在社交网站公开涉事 警员和他家人的个人资料和相 违反法庭禁制令和匿名令 黄智峰上个月中判囚三个月 高院法官高浩文颁布书面判辞 说帖文以公开信形式 赞写给另一个公众人物 里面附有起底网站的连结 黄智峰是公众人物 有重大影响力 造成的伤害更大 即使黄智峰 无意引发其他论坛含性暴力的留言讨论 但法庭必须为黄智峰的网纵行为判刑处罚 判辞又说黄智峰发文必有所图 如果认为帖文在当时的社会气氛 不会引发不当留言 实在极度天真 帖文只会可能令局势升温而非降温 就算迅速删除帖文 也已经造成伤害 黄智峰虽然一早表明承认刑责 明白犯案做法不当 但考虑到他的社会地位和气氛 本案是警察起底案中最严重 不过顾及案件嫌误起诉等因素 判囚三个月同必须给五万元重费 判辞补充 不明白黄智峰发文之后三天 已经完成大部分的调查 但律政司仍然用了二十多个月 才向开枪警员索取证供并且检控黄智峰 令到被告无法尽早认罪 在法庭而言情况并不理想 律政司也必须解释延误的原因 无线电视机者何曼君不读 组织光成者六名成员被控策划 炸弹袭击法院大楼等公共设施 一个人判监五年八个月 转路押后判刑 案情说光成者六个成员 前年四月至七月期间 计划在官堂和屯门裁判法院 印爆自制的炸弹最终被捕 其中一个人承认串谋恐怖活动罪 其餘五个人承认交替控罪 串谋导致相当可能危害生命或财产的爆炸罪 高等法院法官李云藤判刑时候说 现年19岁被告何玉宏被指是主脑 她的记事宝写明计划实施恐怖活动 促进中共与各方的矛盾 尝试引发骨牌效应 事后纯粹建立反抗组织 另一被告21岁的欧盟 负责出钱租尖沙罪宾馆房间製作炸弹 她连同何玉宏 另一被告17岁的陈卓轩 先后到官堂和屯门法院等目标 实地勘察和拍照 至于另外两名被告 20岁的苏永禁和17岁的罗启荣 分别答应采购製作炸弹所需的化学品 和收取500元的报酬 不过最终苏永禁未能够买到任何原料 法官说涉案计划有实际行动 包括可行的时间表 计划购买原料和製作炸弹 无论爆炸是否发生 已符合串谋导致相当可能危害生命或财产的爆炸罪 最高可以判囚20年 幸好警方采取有效行动 令计划门牙时已被磨灭 被告欧民负责租地方 计划製造炸弹等 罪责较高 判监是唯一的选择 以监禁8年半为两人起点 认罪扣减至5年8个月 被告陈卓轩和罗启荣指是报兵 苏永禁未能成功救入炸弹原材料 角色次要 罪责较轻 加上3个人现时未够21岁 判入教导所 以反映判刑不太宽松或严苛 至于何玉宏年和现年20岁的被告郭文熙 押后至9月27日再处理判刑 无线电视记者周永恩报道 国际消息 日本长野院一个男人持涅槍发动袭击 造成三死一伤 死者包括两个警员 事发在长野院中夜市 警方下午4点多接报 有女人遭到男人刺伤后 警员赶到现场 之后一个男人手持怀疑涅槍射伤四个人 包括两个警员 控徒在袭击后逃离现场 警方说枪手全身穿上迷彩服 戴迷彩帽、太阳眼镜和口罩 可能已经逃入民居躲避 当局呼吁附近的居民不要外出 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正式宣布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但他透过社交媒体Twitter宣布参选的活动遇到阻滞 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星期三发布片段 宣布参与明年的总统选举 不过他随后在Twitter搞的活动就遇到波折 网民星期三登入Twitter 准备收听德桑蒂斯宣布参选的时候 系统出现技术问题 Twitter行政总裁马斯克说 由于太多人登入 伺服器不升负荷 结果被原定时间延误了超过20分钟 网民才能听到德桑蒂斯的宣布 但是由于德桑蒂斯在堕胎 同性戀等据争议的议题上 采取强硬的保守立场 不少民众反对他参选 星期三在迈阿密有民众上街示威 就德桑蒂斯的政策表达不满 现年44岁的德桑蒂斯 被视为是共和党内最有机会挑战前总统特朗普的人 特朗普在德桑蒂斯在Twitter宣布参选几个小时前 在社交平台发文 说德桑蒂斯因为社会安全和医疗保险 在国会上得票失利 将不能在初选和大选获胜 特朗普更加形容德桑蒂斯是背叛者 目前共和党内已经宣布参选的人 除了特朗普 还有南卡罗莱纳州前州长克里 亚肯息州前州长哈欣森 和非洲裔参议员斯科特 无线电视记者何英桥报导 一首香港注册货轮 在埃及苏伊士运河拷潜 最终成功脱困 苏伊士运河公司星期四说 长190米的香港货轮新海通23号 当地清晨4点在苏伊士运河拆潜 一度阻碍其后至少四艘船前进 据数据供应商资料显示 货轮在苏伊士运河南端附近失控 卡在运河东侧附近 当局接报货轮出现引擎故障后 派拖船协助 在事发三个几中之后 成功协助割钱货轮脱困 运河随即回复畅通 事故货轮由沙特阿里巴巴巴港出发 由一间香港私人股份公司持有 并且由内地天津一间船务管理公司管理 苏伊士运河是连接欧亚最短海上要渡 货轮货货轮握全球货轮总数超过一成 近年发生过多宗类似的货轮割钱事故 在2021年3月 长400米的台湾长泳海运货轮长次号 在苏伊士运河河口南端突然遭到强风 船身偏离航道 足底割钱 导致航道完全堵塞 货轮近一个星期后才脱困 期间令到几百艘船只滞留在运河上 严重影响全球物流 遭到运河管理局索偿5亿5千万美元 被扣留在大虎湖超过三个月后 船公司和运河当局达成和解放行 埃及政府同年5月批准 扩阔运河南端航道工程 将容许双向通航 避免再出现塞船的情况 无线迪士记者 昨日三博道 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澳门考察的第三日 落区探长者 有参观资助房屋项目和长者公寓等等 驻澳门记者黄慧之报道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8点多 来到新校岸一间酒楼饮早茶 澳门行政长官凯一成在场迎接 他逗留了大约一个小时离开 和他饮茶的包括曾经参与草二基本法工作 全国政协前常委廖泽云 和澳门立法会前主席刘卓 好像咸话家常那样 讲回以前大家做的工作 大家追究而已 他说澳门做得很好 一直很安定 很平均发展 经济也好 现在慢慢恢复 他是代表了 港澳办主任 代表中央 对我们澳门老爷爷 曾经在澳门社团 澳门的立法计划 行政计划工作人员 自己问候 夏宝龙之后到澳门大赛车博密館侵观 又到长者中心和长者交流 中心导师向夏宝龙送上书法作品 祝福我们继续传承我们中华文化 和团结我们的力量 和他将习主席的关为和关心送给我们 也将我们的心意传分给主席 而夏宝龙也到澳门博密館了解传统文化 夏宝龙下午三点多到达望峡 考察望峡 写屋 长者公寓和暂住房展示区等等 逗留超过了原本预期的大约半个小时 夏宝龙其后到中华综合体和商界代表座谈 最后到普京酒店和政协委员 和法律和科技界的代表参聚 夏宝龙将会在澳门逗留至星期五 据了解他最后一日将会到澳门的大学考察 下午由澳门机场搭飞机离开 无线电视驻澳门记者王慧之报道 内地新冠疫情近日升温 多地出现校园疫情 陕西省宣布将新冠感染列为特别关注事件 而在北京 市卫健委建议民众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 要戴口罩 中国工程院院市钟南山近日说 内地已经进入新一波新冠感染高峰期 北京市卫健委最新公布 截至今个月21日 新冠感染已经连续四个星期 位列全市法定传染病报告病例的首位 不少民众都响应当局呼吁 搭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去人流密集地方的时候戴口罩 自己认为做公交人多 你又不可能不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戴口罩是一个主要方面 能保护自己好一点 但也都有市民说不太担心 因为我养过两次了 什么也不怕 就是出门戴口罩 能注意注意点 马路边无所谓 而内地多名医学专家也都建议 不论是第一次感染 还是灾度感染 都应该居家隔离 降低全部风险 各地远校也都加紧部署 潜西省教育厅星期三宣布 将新冠病毒感染 列为特别关注事件 浙江省也有远校就疫情处置 进行沙盘推演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导 内地电动车生产商比亚迪 遭到同行举报说 部分车型所用的油箱污染物排放不达标 比亚迪发声明反驳 说相关数据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反对不正当竞争行为 内地近年积极推动电动车行业发展 但市场竞争大 今年年初更加一度出现减价战 而市场占比最大的生产商比亚迪 近日就被竞争对手之一 长城汽车10名举报 长城汽车星期四发布声明说 上个月向相关部门举报比亚迪旗下两个型号 采用的常压油箱 涉嫌整车蒸发污染物排放不达标 大约两个小时后 比亚迪发声明反驳有关指控 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 声明说长城汽车送检的比亚迪车 检测时里程只有450至670公里 因此提交的数据 不符合国家要求的送检状态 即是由第三方抽样、保管和送检 以及完成3000公里磨合后测试 应为检测报告无效 有内地传媒就引述负责这次检测的机构 正是了解事件详情 无线电视机者 陈雪儿报道 广西南宁市近日有多个市民投诉 说路边泊车位收费过高 而全市近半的收费车位 由同一间国企营运 引起公共道路资源 谋取暴利的争议 广西南宁市近日成为内地网民的焦点 原因在于当地路边收费泊车位的费用 同样在一类地区 当地头两个钟收费12元人民币 而广东深圳就是15元人民币 但两地去年的人均可招配收入 南宁是大约33000元人民币 而深圳的就是南宁的两倍以上 多名当地居民在社交平台上 承载收费单据的截图 质疑收费过高 泊车位管理问题也为人咎病 当地传媒报道 南宁市六成半路边收费泊车位 以及过半价停车带 由当地一间国企垄断 对于民众质疑社会公共道路资源 被用来谋取暴利 市政府发布公告 涉事国企即日起停运 由当地公交集团接管相关业务 市长侯刚也就政府管理工作不善 谷宫道歉 正义越演越烈 但涉事国企除得全市大半停车位之前 有没有经过竞标程序 收取的费用流向等等 市政府仍未作出解答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仪报道 这件事是中国讲到这里 来到最后一节新闻 黄色巨型吹气象皮鸭重临香港 上午在青衣试水 十年前也有黄色象皮鸭在维港摆放 今次有什么不同呢 一起看看 同样的造型 黄色巨型吹气象皮鸭 早上由青衣船厂出发 不同的是好像高了一些 而且更有两只 双双在青衣和荃湾之间的 南巴勒海峡长泳 两只18米高的黄色巨型吹气象皮鸭 由拖船拖着向西走 穿过丁九桥之后折返 展览名为《橡皮鸭2》重唱 主办方预告 6月1日将会公布 橡皮鸭展出场情 期望再次透过橡皮鸭 散发艺术的治疗力量 温暖人心 据了解 香港是这一轮展出的第一站 巨型橡皮鸭2013年首次在维港展出 当时只有一只 只有16.5米高 负责创作的荷兰艺术家霍夫曼 当时也有出席开幕仪式 展出期间一度洩气 逗留过几月 吸引了近800万人次欣赏 掀起打卡热潮 离开香港之后 转转到北京上海展出 一样是万人迷 无线电视记者叶子娥报道 西方情报机构和微软公司 发表报告说 中国黑客组织 对包括关岛在内的 美国多项关键基础设施 进行网络攻击 在北京 外交部批评 报告是虚假信息 很明显 这是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目的 发动五眼联盟国家 采取的集体虚假信息行动 众所周知 五眼联盟是世界上最大的情报组织 美国国家安全局 是世界上最大的黑客组织 他们联手发布虚假信息报告 本身就很讽刺 至于某些公司此次参与其中 说明美国除了政府机构之外 还在拓展新的 散布虚假信息的渠道 这不是第一次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但是无论如何变换手法 都改变不了 美国才是黑客帝国的事实 美方应当立即 就有关网络攻击的行为 作出交代 而不是散布虚假信息 转移视线 美国总统拜登 将会任命空军参谋长布朗 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将会是力尼第二位出任职位的非裔将领 小时的飞行时数 三年前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 黑洋空军参谋长 也担任过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 期间主导美国的空中战略 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国 布朗曾经在公开场合说 几年之后中国的空军优势 或者会超越美国 美国空军必须快速和专注 应对中国崛起 以及其他全球挑战 去年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 他亦说美军若果要领先中国和俄罗斯 必须作出改变 外电报道是同样是黑人的 国防部长奥斯丁推荐布朗给拜登 获得拜登接立 认为布朗充分了解美国在全球面对的战略挑战 布朗的提名需要得到参议院确认 一旦获通过 以美国防部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这两个美国国防部最高的民职和军职 将会第一次同时有黑人出任 亦都是继续过国务卿的鲍威尔之后 相隔20年再有黑人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职 至于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莉 任期将会在10月结束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怡尔报道 MING PAOD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